电信诈骗案背后的故事 2013年1月5号 中国警方联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警方 破获了一起国内最大的跨国电信诈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505名 2013年1月17号下午 该诈骗案最后一批23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其中有好几名年轻女性 她们曾经是父母眼里的乖乖女 而她们是如何走上歧途 又是如何从乖乖女变成阶下囚的呢 22岁的刘盈是珠海一家饭店的服务员 2012年8月的一个周末 她正在宿舍里打扫卫生 室友王家从外面回来 手里还拎着一大包衣服 王家和刘盈是贵州老乡 在同一家饭店打工 刘盈问王家哪来的钱买这么多新衣服 王家得意地说 别人送的 就是我前一阵子认识的张姐 你说张岚呢 经常来饭店吃饭的那个女人 刘盈回忆 前段时间 店里突然来了一个衣着光鲜的女客人 不仅天天来消费 出手还十分大方 过了几天 王家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刘盈 我要出国了 刘盈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傻了吧 你当出国是回趟老家那么容易啊 我是说真的 见刘盈咬勾了 王家来了精神 张姐给我找了份工作 一个月保底能拿五千元 就是远了点 在斯里兰卡 她晚上请我吃饭 谈出国的事 你陪我一起去 请她帮着把你也弄出去吧 晚上 刘盈陪着王家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张姐对刘盈很热情 就像是认识许久的朋友一样 张兰说 斯里兰卡的公司是她朋友开的 因为是初见 想从国内找几个信得过的人去帮忙 王家一个劲地怂恿刘盈跟她一块去 刘盈想到远离故土 还是下不了决心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 张姐对刘盈的热情丝毫不解 还时不时地带她出去逛街买衣服 王家的出国日期到了 刘盈还没有同意和她一起走 王家急得给张姐打电话 张姐笑着问王家 你是不是真心想让她和你一起去挣大钱 过好日子呢 那当然了 我们一直亲如姐妹 我有一个主意 张姐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要是刘盈知道了 肯定会怨我的 傻丫头 你是让她去挣大钱 又不是害她 她要是知道了 也只会感谢你 不会怪你的 第二天 王家回到家 故作无精打采的 在刘盈面前晃来晃去 唉 张姐碰到个麻烦事 要是凑不够出国的人数 斯里兰卡那边就算她违约 要赔很多钱呢 可这一时半会儿 让她到哪儿去找人呢 这种事儿 我也帮不上忙 张姐平时那么照顾我 我没脸跟她出去了 刘盈 要不 你就和我一起走 也算是帮张姐一个忙 见刘盈有些动摇了 王家加大了攻势 就是去走个过场 要是不满意 还可以回来 张姐说回来的路费 由她承担 刘盈咬咬牙 同意了 2012年9月30号 刘盈和王家 在张姐的安排下 从珠海过境到澳门 再乘船到香港 飞往泰国 然后转机到斯里兰卡 张姐并没有跟来 接待他们的 是一个叫李奇的男人 出到斯里兰卡的一州 李奇带着他们住豪华宾馆 吃高级餐厅 还带他们买高档的化妆品和衣服 陪他们玩遍了景区 刘盈和王家被突如其来的幸福 冲昏了头脑 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2012年10月初 刘盈和王家来到了他们工作的地方 位于科伦坡的一幢三层小别墅当中 刘盈有点好奇 难道这里居然是一个办公楼吗 知道一叠电信诈骗剧本被摆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刘盈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到斯里兰卡来是做什么的 李奇告诉他们 你们的工作只有一项 就是往国内打电话 给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 没完没了地打 想方设法把他们的钱骗到公司的账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刘盈惊慌不已 刘盈想离开 可还没等他走到门口 脸上就挨了火辣辣的一巴掌 我们不干了 快让我们走 王家吓得脸色苍白 又气又急 你们要是赶走 我就报警 到时候就说你们才是诈骗的主谋 李奇和另外一个台湾男人 恶狠狠地说 反正你们也走不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这干 一个月五千元的保底工资你们照拿 每干成一桩业务 我还给你们提成 刘盈和王家被没收了护照 软禁在了这幢小别墅当中 与外界切断了联系 眼看着逃跑无望 刘盈心一横 索性答应了李奇 这幢小楼里 除了刘盈和王家以外 还有八个台湾人 李奇和另一名管理员 刘盈他们的工作 就是实施电信诈骗 按照剧本上的电信诈骗流程 分为三线诈骗人员 刘盈是第一线 就是冒充法院的工作人员 以对方银行卡或社保卡欠款 遭到起诉为名实施诈骗 如果他能顺利地把电话 转接到二线诈骗人员那里 并成功诈骗 便能够获得诈骗金额7%的提成 而第二线则冒充公安人员 以对方涉嫌诈骗或洗钱等罪名 要求对方配合调查 再由第三线人员 以高级检察官等身份 哄骗受害人把卡上的钱 转到诈骗账户 刘盈手上所谓的剧本 有几十页后 上面设计了好多种情景 每种情景的人打来电话怎么应对 遇到对方质疑 要怎么回答 才能让对方信服等等 比如医保诈骗 如果对方说他最近没有住院 这时候他们要说 我计算机里有记录 你在某月某日因车祸大腿骨折 在某市某人民医院住院 在某月某日出院 住院金额是多少元 你确定这不是你的住院记录吗 但这个银行账户是你的名字啊 你有遗失过证件吗 如果对方说没有遗失过证件 那他们就说 你的个人材料被人拿来我们社保局 冒名申请了保险金 还被人拿去银行开了户 我们要通知当地公安局 公安局的通知会跟你联络 你要配合公安局破案 不然我们社保局会取消你所有的社会福利 经过培训 并对着诈骗剧本反复的练习后 刘盈和王家走上了工作岗位 第一天 刘盈就成功获得了诈骗额一千元 对方是个退休在家的老人 接到她的电话的时候 老人家没有任何怀疑的 就相信了她的话 很快就把钱打到了 他们指定的银行卡上 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 刘盈只觉得心思千金重 刘盈接连又成功获得了 几笔不菲的提成 一个月下来 她的工资达到了两万元 那一天 她买了许多的化妆品和衣服 刷掉了卡里所有的钱 慢慢的 刘盈的诈骗技巧越来越熟练 诈骗到的金额也越来越大 到斯里兰卡的两个月后 提成就超过了两万元 但是管理员一直对她说 你要继续努力做大业务 2012年12月的一天 刘盈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工作 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温和的女生 通过对话 刘盈很快便了解到对方的身份和背景 这是一个高中老师 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 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 对方一直很温和 还有耐心的配合着刘盈的工作 当刘盈按照剧本 一步一步哄骗对方 转接到警察局的时候 对方也丝毫的没有怀疑 不一会儿 管理员就满意的告诉她 又一笔钱到账了 十六万元 十六万元 对他们来说 甚至算不上一笔很大的业务 但那却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积蓄 因为她 那个人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不知道她会不会想不开 想到这里 刘盈痛苦地捂住了脸 那么接下来 刘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 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